正在那里为面子增光 一些就餐者可以把家里的剩饭剩菜放进冰箱 却绝不肯把剩在饭馆里的佳肴美味打包带走 你们看吧 现在这一桌残羹剩饭 那么我就觉得很不好 这个剩了很多 那么有人会说 我有钱 这是我买来的 我愿意怎么样处理就怎么样处理 但是我认为不应该是这么认识这个问题 尽管有钱 你可以买 你可以买许多 你有权利去尽情地享受它 但是你对这个人类的资源 并没有权利去浪费它 我还是建议大家吃不了兜着走 今天我们重提节约与浪费的话题 并不是想干涉人们的正当消费 现在大家生活好了 都离有钱的人多了 改善生活 适当消费一番是无可非议的 然而消费和浪费是两回事 浪费是不文明的行为 讲排场摆阔起是虚荣和精神贫乏的表现 现在我们的国家 还有一部分人还没有约过温饱线 每年还有不少学生失学 我们的人均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距离 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重提反对铺张浪费 重畅以节约为荣 以浪费为耻的社会风气 不是很有必要的吗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连日来上海 山西 四川 江苏 大连等地的 数万名大中专学生 踊跃参加青年志愿者活动 在上海新客栈 大学生们为南来北往的旅客提供咨询服务 配合铁路部门做好春运工作 在山西太原 大中专学生们兵分两路 一路参与春运服务 一路参与社区服务 为离退休干部职工 无保护 军列鼠 送温暖办好事 在成都 在南京 在大连 一直是大学生志愿服务队伍 在社会上吹起了一缕缕暖人的春风 这是中央台综合报道的 资博士创办文明市民学校 对市民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 社会风气明显好转 这份严重 房屋大量倒塌 铁路 公路 通讯和航空交通受阻 台北县 宜兰县 新竹县 苗栗县等地大停电 据报道 台北股市和汇市今天停市 台北 基隆 桃园 台中 南投 苗栗等地 已停课和停止上班 据悉 今天凌晨1点47分 台湾发生的地震 属浅层地震 震中离地表仅一公里 是台湾100多年来最大最严重的一次地震 据当地电台报道 台北附近多个城市有楼宇在地震中损毁 特别是台中市严重受灾 台北电力供应和电话服务一度中断 地震时台北正好下着雨 由于发生停电 台北一片漆黑 由于地震发生在凌晨时分 大多数居民都在睡梦中 另据位于法国东部斯特拉斯堡的 法国国家地震监视网今天宣布 凌晨袭击台湾的大地震强度达里市8.1级 至于规模与1906年袭击旧金山的地震属同一强度 广东台报道 连日来 广东各界纷纷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 喜迎中秋共庆国庆佳节的到来 昨天晚上 广东省委办公厅在省委礼堂举行了 宋祖国迎回归迈向新世纪文艺会演 晚会以大型舞蹈红旗颂拉开帷幕 整台晚会除歌舞表演外 还有小品乐曲武术表演诗歌朗诵等节目 演出结束后 广东省委有关领导分别为获得优秀奖 组织奖和表演奖的节目颁发了奖旗 今天下午 中国民主促进会广东省委员会 在广州举行省属各总支会员国庆50周年茶话会 与会者回过了共和国50年的会 中位于台湾省花莲西南北纬23.7度 东京121.1度 到今天晚上记者发稿时 已经发现1455人死亡 3700多人受伤 有近1100人被困在瓦礼中 估计伤亡人数还会增加 据了解这是近百年来台湾发生的最强烈的地震 地震发生在今天凌晨1点47分 地震发生以后台北市立即失去电力供应 电话服务一度中断 台北市中心12层的松山宾馆在地震中倒塌 由于地震发生在凌晨 大多数居民还在睡梦中因此伤亡情况比较严重 据了解 震源离地面只有一公里 因此震感强烈破坏性大 造成楼房倒塌 电线短路以及煤气管爆裂引发活警等 也使铁路公路交通受阻 台湾四家核电厂在地震中受损 到晚上六点台湾仅有10%的电力供应恢复 震中南投县和附近的台中市灾情最重 台北 台东 宜兰 彰化和新竹的灾情也很严重 地震已造成经济损失达1000亿新台币 从今晨地震发生至今又连续发生了1300多次余震 其中有4次震级在6级以上 据台北气象局地震中心预测 余震将持续至少一个星期 受台湾地震影响 福建 广东 浙江 江西和香港也有不同程度震感 这是中央台驻香港记者报道的 台湾是地震多发区 每年都会发生十多次大大小小的地震 但是由于地震大多都发生在台湾的附近海域 因此一般情况下损失并不大 有资料显示 从1904年至今给台湾造成严重损失的 6.5级以上地震一共有6次 在1904年到1964年发生的5次重大地震中 7.1级地震有3次 6.5级地震有2次 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 发生在1935年 死亡3276人 距今最近的一次6.5级以上地震 发生在1964年 死亡106人 今天发生的7.6级地震 是台湾近百年来震级最高的一次地震 这次台湾大地震的特点是深度浅 余震强度大 国家地震局的专家预测说 台湾震区近期将会频繁出现余震 台湾是我们国家地震活动最高的 也是最频繁的一个省份 那么台湾和我们国家的其他省不同 它是位于太平洋地震带上的 所以它的绝大多数的地震 都是发生在我们所谓 太平洋板块的浮冲带上 也就是太平洋板块 向欧亚板块浮冲的这个海沟里头 总体来说 一次大的地震以后 它要有一系列的余震 而且要持续一段时间 不过这一次台湾这次 由于灾情严重 台中原当局出动1700几个军人 拯救伤者 连夜开展了各项地震测报分析 很多没有值班的专家 凌晨闻讯以后立即赶赴工作岗位 祖国大陆的地震专家表示 必要时可以向台湾提供技术支援 我们地震部门的专家 对这次地震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那么我们已经向台湾的地震界同行表示 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随时派出专家赴台湾 协助台湾地震界的同行们 搞好余震的监测 和震后趋势的判断等等 比如说我们可以派出专家 携带一些流动观测的仪器 到台湾去架设流动地震台站 监视余震的发展 那么目前的话 我们上来下下 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 那么一旦需要的话 我们会随时动身 赶服务台湾 去帮助他们开展工作 有关地震专家认为 目前台湾地震灾区工作 应以救人和安置灾民为主 但由于灾区余震仍在继续 应该立即对灾区的各项建筑物 进行严格的科学鉴定 属于轻微损伤的可就近利用 破坏严重的应立刻撤退 以免发生余震时造成救灾人员的伤亡 必要时应该在灾区内划定安全区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地震专家还表示 尽管此次台湾地震强烈 而且余震频繁 但是祖国大陆 以及香港和澳门地区 不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这次台湾地震发生以后 发生的时候 我们大陆的沿海地区 包括香港澳门的一些同胞 感到了地震感 但是没有造成破坏 伤亡这些影响 那么这是因为这次地震 离我们的大陆地区 还有相当大的一个距离 那么地震的破坏和影响 是随着距离而衰减的 部分地区都是 包括即便是经货 但是几个 到记者发稿时为止 有连续发生了1300几次余震 其中有4次震级在6级以上 台湾气象局地震中心预测 有感地震还要持续1到2个星期 未来一个月内 还可能发生5级以上的地震 地震真正结束大概要2到3个月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21号 发出紧急通知 要求各地台办利用各种方式 向在当地投资、经商、求学、旅游 开展交流互动的台湾同胞 包括台商 表达对他们在台亲属 公司人员有无伤亡 以及财产选失情况的极大关切 并转达成自己的慰问 如果台湾同胞提出反台要求 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台办要协调有关部门 尽快提供方便 中国红十字总会新闻发言人 孙爱明21号表示 海峡两岸同胞之情血浓于水 我们愿意向受灾的台湾同胞 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 希望台湾当局协助卧会 尽快将受灾物资混亡再去 今天凌晨台湾省花联地区 发生7.6级强烈地震之后 中国红十字总会自行台湾红十字会 表示慰问 并向台湾地震灾区同胞提供 10万美元的救灾款 以及5万美元 电话服务一度中断 台北市中获得金奖 据了解 中央芭蕾舞团在北京演出四场后 将于10月2号演赴俄罗斯 演出芭蕾舞剧《黄河》 以及《红色娘子军》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最后请看共和国档案 1980年5月18号 我国第一次发射远程运载火箭成功 这枚火箭由我国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落点在距中国东海岸 约6000多公里的太平洋公海预定海域 这是我国在尖端领域里取得的 又一重要成就 它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技术 已达到了新的水准 好 今天国内方面的报道就到这 根据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 这次台湾地震已经造成1674人死亡 3924人受伤 有219人失踪 另有2650人被困 由于目前部分地区仍然停电 所以救援工作已经暂时停止 这是台湾省10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地震 震中位于距台北市140多公里的南投花莲一带 在第一次强震之后 台湾地区又发生了数十字强鱼震 最大的一次达七级 在地震中有数百栋房屋倒塌 目前仍有上千人被困在倒塌的房屋中 台湾全岛大部分地区停电 铁路全面停驶 部分地区交通中断 在南投台北等地还因地震发生了火灾 在这次地震中 我国广东 福建 浙江 江西部分地区均有震感 其中福州 泉州 厦门 宁德等地区震感强烈 但没有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台湾发生强烈地震以后 全国政协副主席 台盟中央主席张克辉 表示了极大的关切 我们台民和台湾同胞议会 召开了一个会研究 领导 在台湾上的领导 是在沙特的领导 23.7 degrees north latitude 121.1 degrees east longitude 在台北 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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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 领导 the quake red 78 room hotel collapsing the bottom three stories and setting the badly damaged building listing to one side 80 people are still fear trapped in the hotel with 100 people already evacuated fortunately for the rest of the city the majority of the buildings spared from damages hospitals in central taiwan were packed with injured people residents in taipei said the city had been plunged into darkness by a power outage causing nervous citizens to pour out into the streets china's seismological monitoring network has reported that the earthquake also was felt on china's mainland including the promises of fujian guangdong zhejiang and jiangxi ma jin cctv news the chinese government